接下来五到六月是股东会的旺季的 那么在今年大家都在想股东会要发放什么样的纪念品呢 像是华南京 中刚跟联电的股东会纪念品 在过去都非常的抢手 也就是说大家没那么多钱买股票投资的话呢 可以花点小钱买零股 同样可以参与股东会 接下来看到有投资达人买了800家的零股 这光是领股东会的纪念品 据说这个让他半年之内不需要花钱 再另外买卫生纸 肉松 白米了 来哟来哟 后康龙的家 不管是吃的穿的 擦的用的 这里统统有 但前提是你得先买股票 如果没那么多钱投资 那么买零股也可以 一股十块啊 那你买这个一个要多少钱 五十坪大的办公室 股东会纪念品满坑满股 原来股票只要买一股就能有礼物 花南京送的媒体按摩器 市价快两千元 堪称是今年最超值的股东会纪念品 中刚送的Tiffany来黑熊折散 人气最高 联电和贴图画家合作 推出陶瓷保鲜碗也相当吸睛 不过最划算的零股投资 还是要跟达人学着点 手上有八百家零股的小富爸爸 光是零股东会纪念品 年投报率约百分之十 半年不用买卫生纸 白米肉松罐头的钱也通通省了 想要低成本高回报 就要找零股股价便宜 但纪念品有一定水准的公司 像是华上一股两元 纪念品却是五十元的全家礼券 扣除手续费的话 投报率超过二十倍 想去六福村玩 也只要花八元买零股 就可以凭开会通知单入园嗨翻天 不过买零股还是要注意 因为不会主动即发开会通知单 得亲自跑一趟要求补单 也有公司规定 只能本人到场领取纪念品 多留意换好康的买博 在不仅七年代 也能省下不少花费 记者卢六云方请年台北报道